雾山五行火了,三集6000万播放,近400万罪犯人数,B站评分9.9分,被王思聪在内的多位明星实名推荐 即便是在豆瓣这个有一部分脑袋不健全的人恶意刷低分的情况下,也能保持9分的高分 最近更是登上央视,被称为展现传统国画魅力的黑马动画 我印象中央视这样称赞一部网络国产动画,雾山五行应该还是头一部 然而豆瓣等一些论坛上,却有一部分人认为雾山空有打斗,人物凌乱,没有内涵 更是认为打五星的人都是无脑刷分,豆瓣评分更是一路从一开始的9.5掉到了9分 对于这种无脑黑我真的无话可说,请大家将自己对于这些人的看法打在公屏上吧 诚然,雾山五行现在的故事完全没展开,也存在一些小的问题 但我敢肯定雾山的质量是对得起现在这个评分的 但总是有一部分人用有色眼光看待国产动画,认为国产的就是垃圾 当年的新游记被指抄袭海贼王,围棋少年被指抄袭奇魂 现在的雾山又被指抄袭火影巨人,不仅是某一帧画面 甚至有一些人看到雾山中的五行元素居然认为是抄的火影中的五大国 我觉得但凡用眼睛看过雾山这部作品的人都不会说雾山不行,雾山抄袭这些话 我根本懒得去分析去争辩,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雾山是毫无争议的,具有传统国画魅力 又有优秀武打戏的优秀原创国漫精品 归根到底其实还是部分国人骨子里对于国漫的偏见 不可否认,国产动画确实整体上远远落后于日美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国漫可以在世界范围排到前列的 这些优秀的作品有一个共性,都是好几年磨一剑 从最初的一个小短片逐渐变成长片 这些作品能够真正问世,粉丝的支持是少不了的 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哪怕是一个点赞,一个转发,一个硬逼 都会给那些优秀动画背后的动画人带来动力 我认为国产动画之所以发展如此缓慢 除了一些审核制度、政策等外在原因之外 国人对国漫缺乏信心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正如当年人们认为动画是给小孩子看的一样 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 因为国人对国漫缺乏信心 就导致国内动画行业看不到潜力 整个行业都被劈上了一层阴霾 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才也就不会特别多 相信在座的应该也有曾经想进入动画行业 却被家长阻止的人,圈子里都没多少人了 国产动画弹劾发展 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 个人觉得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资本直接入场 用超能力强行抬高国产动画的生产力 然后祈求量变形成质变 但目前看来只有腾讯和B站在付诸行动 近些年来B站和腾讯每年出品的国漫都在逐年增加 每年也都会有一些称得上优秀的国产动画出现 但这些国漫总数加起来可能还达不到日本一个季度的动画数量 在资本还不是特别看好国产动画的现在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像灵魂这样真正热爱动画的人 用爆竿制作出雾山五行这样独具创新的优秀动画 用硬实力登上央视这样的官媒 扩大影响力,火出圈外 让那些看不起国漫的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 人类是群居生物 别人都认为国产动画行了 那么那一小部分钻牛角尖的人也会跟风从众 雾山五行这样的好作品出现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国人对于国产动画的期待度 当国人对于国产动画的要求提高了 那些因为资本入场而出现的动画 也就不得不提高自身质量了 因为落后就会没人看 没人看就赚不到钱 腾讯B站也不傻 你做的东西没人看 后续也不会和你继续合作的 这是根本上的问题 如此这般国产动画的整体实力才会提高 所以我认为雾山五行这样的作品是容不得无脑喷的 我不提倡国产动画人 个个都如灵魂这样对作品付诸一切 用爱发电 但既然已经有这样一个灵魂出现了 我们就绝对不能让他寒心 国产动画人看到了优秀的作品 确实可以收获好评和利益之后 自然也会鼓足干净好好做动画 毕竟进动画这个行业的人 多少都会有点中二 都会希望自己受到赞赏 当然能赚到钱自然就更好了 所以请各位千万不要吝惜 对于优秀国产动画以及动画人的夸赞 最后说点题外话吧 这样的作品本可以提早好几年出现 2014年12月8日 那部《岁城离心》 相信关注国产动画的人都应该看过 那部作品真的带给我们太多震撼了 而它其实是灵魂一个人 利用下班后的三到四个小时独立制作的 并且制作了两年之久 当时的灵魂就职于一家 叫做七同印画的初创动画公司 为了避免个人作品发布后 被他人恶意侵权 也因为相信公司 在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的前提下 灵魂就将片中几个重要角色的名称和形象 注册在七同名下 并且在初始PV上加上了七同的logo 可能是因为理念不同吧 灵魂最终选择了离开 创立了后来的六道无鱼 七同表面上大一灵魂 可以继续进行《岁城离心》的后续制作 最终却被呵呵了 而灵魂就这么不明不白的 丢了自己个人制作的《岁城离心》的版权 甚至连一毛钱版权金都没有拿到 据说灵魂离开之前已经制作了一集了 而这一集也因为版权原因不能公开 拿到版权的七同也一直没有进行《岁城》的后续制作 可能因为担心原创作品风险太大吧 七同在灵魂离开后接了一些IP动画画 而灵魂却能咬着牙继续下一个IP《雾山五行》的制作 我只能说灵魂对于动画真的爱得生成 现在《雾山五行》火了 不知道七同映画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如果六道无鱼能继续制作《岁城》 相信做出和现在《雾山》差不多的长度 并且正式播放的时间应该会大大提前 有的时候真的会去想 如果《岁城》能在几年前顺利闻事 又会对当时的国曼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相信这个影响绝对会是正向的 只可惜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七同映画自私的行为 其实不只是让《国曼》中少了一部好作品 其连锁反应也伤害到了国曼 所以现在不管七同制作了怎样的作品 我都不会去关注 也不会提到他们的任何一个作品 我很庆幸在这个时代能看到《雾山五行》这样的作品 能看到有灵魂这样对国产动画注入灵魂的人 也希望《雾山》除了火之外 在商业上也能获得成功 真心希望下一集收费观看吧 我相信对于好作品 我们粉丝是愿意花钱了 认同我的 请把认同打在公屏上 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幻想 如果七同良心发现将版权还给灵魂 那该多好 毕竟他们抓在手上也没有能力制作 各位虚雕的话 风暴法米拉就是前车之剑 做做好人还给灵魂 还能收回一些风品 真的不希望《碎尘离星》成为一部只有PV的作品 40米的长刀动起来的样子 真的太让人怀念了 感谢你可以看到最后 真心希望你可以留下素质三连 因为这对于APP主来说真的很重要 这里是卡蜜 我们下期再见